这节课,我带大家学习一下设计模式之代理模式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我们这节课分为如下三个课时进行讲解 第一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代理模式的概念解读 我们分为文字解读跟用拟物化方式进行解读 第二节课呢,我们学习一下代理模式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最后一节课,我们来学习代理模式的代码实战和总结 我们把上两节课学习的这些概念和注意事项以及作用 还有我们的代码综合到一起,进行一个详细的回顾 这节课,我将带大家学习一下代理模式的概念解读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的课程概要 首先,我们用这种文字的方式来解读一下代理模式的概念 然后,我们用这种拟物化的方式来解读一下代理模式的概念 这两种方式交融在一起,我们就能更好地去理解到底什么是代理模式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代理模式概念的文字解读 代理,顾名思义就是帮助别人做事 这个golf对代理模式的定义如下 代理模式,percy,为其他对象提供一种代理,以控制对这个对象的访问 这个golf,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我们当初讲这个设计模式第一节课所提到的四人帮 他们合著了一本书,被称为学习设计模式的圣经 那么这个四人帮这个里面这个解释也是非常准确的 但是可能对于我们第一次来看 这样一段文字就非常的晦涩 为其他对象提供一种代理以控制对个对象的访问 基本上没读懂,但是没关系 我们一会儿通过下边的这种拟物化的方式再回过头来理解一下 代理模式使得代理对象控制具体对象的运用 代理几乎可以是任何对象 文字、资源、内存中的对象 或者是一些难以复制的东西 那么我们赶紧继续往下看一下 我们这个拟物化方式是怎么来解读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左边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 首先你是一个卖家 你要卖掉房子 但是呢 你可能没有时间来看 你这个当前房源有多少人在想买 以及带这些想买房的人来你家赚 然后商谈价格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事交给了谁呢 交给了中介 那么中介来帮你办这个事 中介说 那你不用管了 只要我最终给你谈好了 把钱给你就好了 然后你把手续办一下 那么这个事就不用操心了 那么这个中介当前也是一个代理 我们再看一下右上角第一张图片 我们平时每天都要写这个工作的日报跟周报 那么如果啊 我们全公司的人都把这些日报跟周报 发给我们的大老板 那么这个时候 整个这大老板会疯掉 因为他每天会处理这种特别琐碎的事情 那么大老板就是 比如说是我们中间站着这个男的 那么右边这个女的 比如说他是我们的这一个经理 我们把日报跟周报发给他 他收到他所有下属的这些日报跟周报以后呢 然后他再反馈给大老板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经理相当就是一个中介 他帮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所以说对于大老板来说 他想访问我的时候 基本上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谁啊 通过我们这个经理 因为他并不了解我这些具体的细节 我具体的细节已经被谁啊 已经被我们的老板给整理过了 那我们再来看右下角 最后一张这样的图片 我们这几个卡扣 我们这四个红色的卡扣 是不是永远不能相连到一起啊 我们要通过谁呢 我们要通过中间这样一个黄色的一个连接的东西 然后把这四个卡扣相连到一起 那按道理说 这四个卡扣没有相对的这种连接的地方 除非说你把这个 左边的一个拿出来 依次这么往里填 但是填到我们最左下角这个里边 只能塞进去两个 但是呢 他全塞不满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需要这样一个代理 他帮助我们做这个事 那这个代理说 好 现在你们不用再管你们自身有几个卡扣了 只要怎么样 只要我这里有四个 你们几个塞过来 我就能把你们连到一起 那么中间这个黄色的东西 也叫一个代理 讲了这么多这种泥物化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字 首先代理 顾名思义就是帮助别人做事 我们的经历也好 中间的黄色卡扣也好 中介也好 他都是帮助我们在做事情 那么代理模式 为其他对象提供一种代理 以控制对这个对象的访问 我们来拿这个卖房子跟买房子的人 来做一个例子 我们不讲其他那两个 要不然讲到大家可能会混掉 为其他对象提供一种代理 其他对象是谁呢 是买房子的人 对不对 我们把它想成其他对象 为买房子的人提供一种代理 以控制这个买房子的人的访问 那么这个买房子的人 他应该找谁啊 找我们卖房子的人 那么我们没有空 我们也没有时间带他 所以说 那么这个中介就把这个对我的访问 给承接了下来 那么这个就是为其他对象提供一种代理 以控制对这个对象的访问 那么代理模式使得这个代理对象 控制具体对象的引用 比如说我们的中介 手里边有无数套房子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买房子 那么中介他可以给你推 这种你需要具体的哪一个房子 因为他有太多的资源了 然后代理几乎可以是任何对象 大家想想现在的中介 都是非常非常怎么样 他有他自己各种各样 多种多类的门道 有各种这样的中介 我们可以让他给我们找房子 我们可以让他给我们弄公司 甚至现在还有什么婚孽代理 能找到人生的伴侣 所以说这个代理可以是任何对象 他可以是文件资料 内存中的对象 或者说是些难以复制的东西 那么在计算机这种语言里边 那也是 因为文件资源 内存中的对象 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可见的 因为我们生活中不可能有内存 比如说我要找一个女朋友 我还去内存里找 这个时候肯定是没有的 那么他或者是一些难以复制的东西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代理模式 用文字的方式 跟那种拟物化的方式进行了讲解 大家只要制住一件事情 首先代理模式是帮助我们做事情的 他怎么样 他隐藏了我对我这个访问 因为怎么样呢 因为想想啊 如果说我真的有时间 那我就用不到中介了 所以说我就把我所有的名分交给了中介 那么中介去替我做就好了 他相当于也是保护了我 那么我们这个呢 右上角这个发日报发周报呢 给这个经理的话呢 那么经理他可以甚至给我们过滤掉一些 不需要向上面汇报的细节 其实他也相当于保护了我 要不然这些乱七八糟的细节 到了老大呢 可能老大就会批评你之类的 那么我们这个 右下角这第二张图更能表现出问题 首先我们这个红色这个卡扣 我们想要来接到一起的话 我们怎么样 我们需要把这个中间这两个向下挪 然后把它插到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差了一个 所以说我们可以啊 怎么样 找中间这个黄色 把这些东西都聚集到一起 那么这个代理 他相当于把我身上的口啊 给代理走了 他有更强大的这种功能 那么他甚至可以代理四个 那么我这个只能把两个插成相当于 如果是他是一个最最最左下角这一个卡扣 那么他是一个代理模式的话 他只能代理两个 这节课 我们来学习一下代理模式的作用和注意事项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简单的课程概要 我们这节课呢 只有这样一个课程 就是作用和注意事项 那么首先来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啊 学习这个概念解读的时候 我们用了这样三张图 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概念解读 那么这个凝乎化的这种想法 也可能让大家理解了代理模式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概念 我建议大家再看一下上一节课 仔细的品味一下 到底什么是代理模式 那么我们把这张图放出来呢 也是要给大家继续学习作用和注意事项 那么首先远程代理 什么是远程代理呢 就是说一个对象 他可能在不同的空间 就像我们最左边的那张图一样 同学们 比如说A 卖房子的人在广州 B呢 卖房子的人在北京 C 卖房人在深圳 那么这三个人可能都在沈阳 有这样一套房子 那么这个时候 沈阳就可以能有这样一个中介 比如说沈阳有买房子的人 那么这个中介 可以将你们不同地域的人 全部都汇集过来 然后呢 给你进行一个代理 那么这个代理 他可以就进行这种局部的访问 这就是远程代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虚拟代理 什么是虚拟代理呢 根据需要创建开销很大的对象 如渲染网页 暂时用站位代替真图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当我们加载网页的时候啊 有的图片 可能加载需要特别长的时间 我们知道 这个浏览器渲染这个整个网页的时候 先把这个大壳渲染出来 然后激活Dom Ready 再去low这些什么呢 图片啊 还有这些重要的资源啊 等等 那么整这些东西 low回来之后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给放上去 那么我们这些相当于 比如image 这样一个空位的站位服 我们需要讲它去 再去加载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就 其实就放了一个虚拟的代理 这个代理就是代替我们 等到你真图回来 再把我给换成 我暂时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代理你站位 那么这个就叫做虚拟代理 他可能不干真正的事 他就是把这个位置给你先站上 然后等你把事干好了 你再回来天上就OK了 但是前提 他还是替你干了事 替你干了什么事啊 占了空位服务 安全代理 控制真实对样的访问权限 我们再拿这个卖房子跟买房子来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卖房子 那么还没等我们跟这个买家联系好呢 那这个买家就把我们这些信息啊 身份证啊 房产本啊 什么都拿去了 这时候肯定是不安全的 为什么 我还没等跟你聊这个买房子事呢 然后你就把我这些信息都给我拿走了 那么中介就不一样 中介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去控制 要不要把这个用户信息直接传给你 甚至他有这种权限 能直接告诉当前这个买家 要不要掉那个卖家的信息 那么这是一种安全代理 那么更有甚者 直接就不通知卖家 根本不用发信息这回事 那么我们来看下一种 智能指引 大家都知道 平时我们在写这个GS代码的时候啊 有一些变量 是要被内存回收的 叫做GC机制啊 那么调用对象代理 处理另外一些事情 如垃圾回收机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 在写GS的时候 没有人说 写完了一个代码 然后你要怎么样 要注意它 什么时候要垃圾回收啊 什么时候把它支撑到 我们大部分情况下 还是正常的往下开发 那么当别人再去调我们 这样一个变量的时候 那么这个系统可能就要判断了 这个变量 被没被垃圾回收掉 那么如果没被回收掉 那就正常 如果被回收掉了 那个就要重新的 再去内部的机制进行查找 那么我们这个 其实调用对象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种代理 它是个什么代理呢 垃圾回收机制 就把你整个 对对象的引用次数等等 给你进行了一个代理 它不需要你自己去骗 它把这个事给你代理走了 它帮你做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叫智能指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事项 其实注意事项也只有这样一个 就是大家不能滥用代理模式 有的时候还是给这个代码增加复杂度 就跟我们之前聊的工赏是一样的 每一种设计模式 大家都不要轻易的 为了这个设计模式而写设计模式 而是项目真正的需要了 当前有这样一个场景的时候 你再去引用这样一个设计模式 那我同学说 老师我学了前面几点 还是不大知道 这种设计模式 到底什么时候都刚开始用 其实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有些东西 有些设计模式 已经被我们默默的给用了 然后其实你不是知道而已 有些时候你可以反复回去看一下的代码 可能就会想 原来这里我居然用了这种设计模式 原来这里我居然用了单例 那么今后如果你知道了这些设计模式 你就可以知道 原来我在用了设计模式里边 我用了单例 我用了构造函数 我用了工厂 那么这节课呢 又学习了代理 那么代理可能以前没有用过 那我们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但是不要滥用啊 可能会造成你的代码 整个不可读 别人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这节课 我就让大家学习一下 代理模式 代码实战 和对上级节课内容的相当的总结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节课的客人概要 我们就两个 一个是实战 一个是总结 那么下面来让我们进行一下代理模式的代码实战 我们首先打开我们最长的编辑器 sublam 然后我们建一个atml文件 放到桌面 我们建入一对screw标签 为了让我们写的这个英文和中文都不出现任何问题 我们给它加一个matter 主要为了我们的中文 英文一般没什么大问题啊 我们加个tricet 等于utf-8 好 那来实现我们这样一个模式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声明几方啊 我们这个代理模式需要几方 朋友们是不是需要三方 谁呢 我们用那个图形化的例子做例子 第一个是谁呢 应该是买家 我们拿买房子做绿子啊 第二个应该是谁啊 最重要的角色 应该是中介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谁啊 房东 我们把这个注释一次都写上啊 让大家看得清晰一点 一 买家 二 中介 三呢 房东 那我们这几个东西 如何来进行这种结合到一起呢 我们的中介 首先 它需要 来吆喝 卖房 那么 我们这个中介的卖房 应该怎么样 把这个属性挂到哪去啊 同学们 是不是应该把中介的属性 挂到这个原型带上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中介天天在喊着卖房 那你每过来一个人都去拗一下我 那是一个性能特别大的浪费 所以说 我们来卖房 我现在不管你谁 我只是 可以卖房 那么下面就要跟我们这个房东 配合到一起 怎么配合呢 我们这个买家 有个名字 比如说买家叫做小明 那么我们房东 也要怎么样 也要 卖房 跟我们的中介一样 他俩的需求是一样的 都要卖房 那么这个 买房 跟卖房啊 大家这个 暂时给这就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没有更好的词 甚至说 那个为了让大家理解清楚 我们这个是买家 这个是卖房 不是买房啊 是卖房 标上一下 那我们卖房啊 有两件事一定要拿到 一个是拿到这个 买家的姓名 一个是拿到这个买家 给我们的钱 那么怎么能拿到这个什么呢 拿到买家这个钱跟姓名呢 我们这样 我们让中介给我们做事 怎么做事呢 我们new 我们这个房东 然后把谁给他呀 把这个买家给他 那这个时候 我们学了构造函数模式之后 同学们 这里是不是应该能拿到买家 拿到买家 你需要拿到买家什么呢 搞约买家点 或者说直接拿到 这些点买家名字 那么就拿到了 人家买家这个名字 那么还有 我们这个没完 只是拿到了这个 还没有开始卖房呢 对吧 我们拿到这个之后 开始卖房 卖房 你要给人人民币 这个钱是谁支付啊 同学们 是不是 买家支付给 中介 中介支付给我们 对 我们攒定这样一个流程啊 但是 具体生活中 可能不是这样啊 那么好 下面我们这个里边 就能拿到什么了呢 拿到人民币 拿到人民币之后 那房东就要告诉一下 告诉谁啊 收到了 来自 我们加一个 this.谁啊 买家 NIM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特殊符号 所有人民币 人民币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让谁开始干活 我们是不是让中介开始干活啊 我们 new 中介 new了它之后 我们也可以这样 同学们如果说你没有参数 你可以这样去new一个 类 new这个中介之后 让它开始替我们 干活 好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这个就已经 完全 实现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浏览器里 你看它 出现了这种 爆了弹出了两个框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框在哪弹出来了 它 首先说了这个 卖房 我们看它弹着两个框 为什么啊 我们在sabro里面打开 哎 第一个什么呀 弹出来这样一个错的 我们刚才看错了啊 那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写错了 好 那在我们的乱七里打开 大家看 收到来自小明的 20万人民币 那这个时候 我们整个一个代理模式的代码 就写完了 那我同学说 老师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 买家 中介 房东 三个人 中介 替我们办了所有事 这个时候我们只干了嘛啊 我们这个房东只干了啥啊 坐等收钱 对不对 坐等收钱 他把这些买家的信息什么的 都是 这个 他卖房来做的 你卖房 你什么都没干 你只是拿到了人家这个信息 就收了钱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特别简单的 一个 中介的模式 大家要理解这种设计模式啊 还是要进行代码的相关实战 然后呢 这个是用js这种比较 呃我们比较土的方式 把我们想表达的方式表达出来 那么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中介模式 在我们现实开发中 有一个实践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最后来运行一次 收到来自小明的20万元币 我们看一下 给大家准备好这个网页 那么如果说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我们这个物体的 相关的一个谷歌运动 大家看这一个小银他在运动 我们如果玩过火柴银啊 都应该知道 这个火柴银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小火柴银 那平时 他想运动的话 我们想实现这样一个火柴银运动 首先我们要拼一个这种火柴银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火柴银啊 拼出来什么样子 看看这个网站上有没有啊 我们把这个关掉 诶 那么就是很多DIV 利用了这种CSS相关的特性 来拼出来这样一个火柴银 他有圆角啊 还可以做这种椭圆 所以说他并不难 然后用Absolute 然后来把这个东西摆放好 那我们主要看GS 那么想要操作我们的DOM 他其实是不是一个个DOM 包括他的头 他的胳膊 他的腿 我们想操作这些东西 那必然要有一件事 你看他说 支持键拔的KKM 那么这个小银就会运动 KKM 你看这个小银就发生了这种运动 他是兼听了我们这几个KKM 一起发送给了个小银 而不是一个一个发送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需要一种中键 来替我们做个事 替我们做什么事呢 来收集键盘三个键 如果这三个键兼听 加到一起 正好等于KKM 那么他就让小银运动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里边随便输 比如说我们输这种RT 你看 他就变成了这样 他就跟我们刚才的运动是不一样 你看他在闪啊 你看我按了RRR 他就兼听了我们这个一个 他一直就在跑 没有特殊的动作 跑了这么多次 那我按下RON 你看 他又做了这种动作 那么这个就是说 你用一个中键的模式 来监听了所有的这种 你相关的运动 而不是说一次性的 都给人拿过去了 好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这个代码实战 就想掌到这里 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课件后面的总结 这本道课程 我们学习了代理模式的很多概念 你应当掌握了一下知识 首先知道什么是代理模式 然后呢 掌握代理模式的作用 会使用的注意事项 大家要时刻把那几张图 要印到脑海里边 别人以后再问你 什么是代理模式 如果说你忘了这个知识点 那还好 但是你这几张图 千万千万不要忘 你只能说出来 代理模式 他就替我们做事 然后能帮助我们隐藏 然后呢 他又能有几种代理的方式 那最后呢 要掌握这种代理设计模式的 代码编写 这个是最核心的东西 如果说你只掌握这种空的模式 空个人家腾带领模式 那个就没意思了 然后 你可以使用这些技巧 来改善一下你曾经的代码 如果大家想继续提高 你可以继续在极客学院 学习JavaScript设计模式的系列课程 好 这几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